好,各位同學,大家看看這個 A-Level Physics 87 年的第 30 條 3 Charges 在這裏,正Q 負Q 負Q 3 粒,Fixed at the corner, Wxy 是 W, X, Y 這三點的位置 Respectively Square as one 一個 square 的框 即是每一條邊都一樣長 4th Charges 細Q 是 Z 點 接著 After which The Charges at X Experience a Net Electricity Force Indicated by the arrows 即是說,當這顆細Q 放在這個位置之後 在 X 點,那個 Charges 現在就感受到一個 這樣的 Net Electricity Force 的靜力 它的 Net Force 就是這個了 現在就問問細Q 是多少 Charges 那靜力的... 即是甚麼意思呢? 即是說,其實我們是由這三顆 Charges 在 W, Y 和 Z 這三顆 Charges 都會給到一個 Force X 這顆 Charges 我們便分析一下 它的各自給的 Charges 多大 首先,由 W 給 X 的 應該是一正一負的 它的方向應該在這邊 OK 那第二, Y 的負和負 所以它是一個 Refluxive Force 所以應該向這個方向 OK 那接著呢 Z 這點呢 那個 Q 呢 向哪個方向去呢? 因為它沒有說正負 雖然我們看了答案,全部都是正來的 我們其實都可以推斷它是正還是負 為什麼呢? 因為呢 我們最後 Finally 它的 Next Force 呢 是要向打橫的 OK 這個 Next Force 呢 我的 Next Force 呢 我要把所有 Force 加起來 我的 Resultant 就是打橫 那即是說,我在 Q 小 Q 比 X 這顆 Q 的 Force 呢 就應該要怎樣呢? 應該要有一個 Component 應該是要有 Component 而已 是可以抵消到這個 FY 的 因為我沒有這個上下方向的 Force 的最後 我最後呢 是只有這個打橫方向的 Next Force 而已 那所以我應該是需要呢 有一個 是這樣的 向下的 Force 呢 去抵消向上的 Force 還有呢 我有的 Component 應該呢 都是打橫指向左手邊 那所以呢 我才可以最後的 Resultant Force 是 指向左手邊 OK 那就因為有這樣的限制 所以我們就知道 其實 Fz 呢 就應該是指向 指向那個 Set 點的 OK 那即是我們可以推斷到 咦? 這個小 Q 應該是一個 Positive Charge 因為它是一個 Attractive Force OK 那... 跟著啦 但是我們也不用推斷了 有一個答案給了 那麼 現在問題就是 究竟這個小 Q 是多大呢?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什麼呢? 我們知道的就是 原來它的 一個 Component 它指向下的這個 Component OK 這個是 Fz 的一個 Component 應該是要跟 Fy 互相抵消的 那它這個 Component 多少呢? 其實就是這個 Theta 這個 Theta 呢 因為是 Square 來的 所以其實這些角度 很容易知的 就是對角線畫開這角 今天 45 度 那所以這個應該是什麼 這個是個 Cos 45 度 是個 Fz cos 45 度 OK 向下的 Component 應該等於向上的 Component 即是我知道的 就是 Fy 應該要等於 Fz cos 45 度 我先假設先 這個 Sq 的邊材 叫 R 這樣 那叫 R 這樣 所以呢 這個 Fy 呢? 就應該是 1 over 4 pi Epsilon 那就是大 Q 兩粒 除回 R² 了 OK? 因為 R 兩個都是大 Q 那我們只是計算大小 計算大小 計算大小就行了 那 Force 的大小 方向我們已經判斷了 已經判斷了根據它的 Charge 是正負 所以我們就不用代那個符號 我們就代回 Charge 的大小就行了 那就是 Q Q over R² 了 這塊東西 那我怎樣寫出來呢? 因為我們可以用這個去簡化一點 我不想寫這麼多塊東西 OK? 那這個 Fz 呢? 就應該是什麼呢? Fz 我首先要找回 X 和 Z 之間的距離 X 和 Z 之間的距離是多遠呢? 那因為其實 是對角來的嘛 那它的對角線是多長呢? 其實呢 如果大家知道就簡單一點 不知的 你就要計算一下 直角三個形 對角線 OK? 兩條邊都是同樣長度 它的對角線 就應該開方 2 R 了 OK? 那如果不知道就自己計算一下 那它的對角線的長度就是開方 2 R 那所以 Fz 來說呢 它那個 R 呢 就應該是代回開方 2 R 那又要 Square 了 OK? 寫一次也是 開一把 Fz 了 那兩個 Q 是什麼呢? 一樓是小 Q 一樓是大 Q 那它的 R 呢 就是開方 2 R 的 Square OK? 不要漏了 Square 那所以呢 Square 了之後開方 2 Square 呢 就變成 2 2 了 OK? 那這裡突出的應該有 Q 還有這個就是 ² 還有 ² 還有 ² 還有 ² OK? 那為什麼要分開寫呢? 因為它和旁邊是一模一樣樣的 旁邊這個 Fz 呢? 其實是什麼呢? 應該是 4 Pi Epsilon 1 over 4 Pi Epsilon 兩個大 Q over R Square 那這塊東西和這塊東西呢 是一樣的 只差了一個大 Q OK? Cosine 45度 不要漏了 所以其實呢 兩塊可以左右一齊互相弱走 那所以呢 得到的就是什麼呢? 這個大 Q 正低 1 2 分 1 小 Q 然後cos 45度 OK?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用過計算機 其實不需要的 然後 cos 45 度 這個大家記得嗎? 4 度 cos 或是sine 呢? 其實都是等於 1 over 1 over 2 1 over 2 或者開方 2 over 2 OK 那這個就有些特別角色 應該要記得 那如果把它放進去呢 即是說 其實這塊東西 就是 2 開方 2 Q 大 Q 就是等於這塊 但我們現在問小 Q 所以調回2開方 2 過去 那就是2開方 2 大 Q OK? 那所以開方 2大 Q 答案就是 E 2